我考試的時候 我們都說成績單寄來 我一看我的成績單 很高興 因為我的記憶中 我這個成績 大概就是考到 東海大學社會系 因為那時候我老爸 因為我老爸是日本教育的 很威嚴 我在家裡有點悶 想說這一下可以 不要講離家出走 可以離家 到一個更自由的地方 結果分發通知一來 中興大學社會系 在法商學 我問我老爸說 在法商學那種 就在我家旁邊沒多人 快昏倒了 我就切個腳踏車跑去看 像個高級補習班 就那隻房子 原來是省政府的行政專科學校 專門訓練公務員的 我們那個每年高普考放榜 到處都貼了紅紙 大家以考上公務員為榮 嗨我怎麼那個苦昏的鑰匙 歡迎來到這個水響路 這個是講花絮的 我最近大家想想 我恐怕要比較面對 所以雖然是好像輕鬆的花絮 也許就比較有計畫的一系列的 把我的過去更清楚的交代 本來講說誰想 想得多講得多 上個禮拜就有點意外 當然剛好巧合 我的大學同班同學從美國回來 我就跟他做一個專訪 聽說比較簡短版那個 還有不少人看 我問這個年輕的朋友 他們是說對他們太遠了 當然也好看 那些歌好像意思是很老派的 是呀是呀 而且特別是我朋友那個 哎呀 我當時都覺得是輕輕柔柔 一副那個小 現在就是什麼小清新 小鮮肉 他就是這樣 可是他真的是反映一個時代 他跟我同年代 那麼時代這個變遷這麼快 最近比如說 比如說像我那個年代的時候 那個思想界林玉森張浩余英史 當然像余英史 我這幾年是批判他批判他 可是在當年對我們來講 那也是不得了的 從那個戒嚴的時候 從一個國民黨的黨國體制 要呼吸新的空氣 要展現不同的視野 整個社會要變動 像地殼變動一樣 我今天的主要評論在講說 這個地殼在大變動 包括這個政治的金融的 這個軍事經濟的 台灣當時就是這樣一個變動 所以社會一下子 各種各樣澎湃的聲音 而我是在那樣的氛圍 在大學裡面 開始經驗到一個不同的經歷 我講了很多的 這麼多故事裡面 其實都要講一個主軸 就是這個世界觀的改變 這個世界觀的改變是很困難的 你從小就這樣 就像你每天就吃這個東西長大了 可是你忽然間今天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們大一考上大學的時候 那個暑假就要去成功 那些大學生 剛聯考解放 到的軍隊 那真的叫做震撼教育 很多人就很不以為難 在裡面說真的苦不甘言 晚上躲在棉被 那邊掉眼淚的很多 對我來講 我事後回想那一段 我在前面講過 男生為什麼都把那個 當作巔峰經驗 那真的是一個世界觀的改變 你從一個平民 忽然間要變成一個軍人 這個角色大轉換 如果不是因為外在特別大的力量 你是不會去的 所以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人必苦屈樂 必凶屈吉 這是人之本性 什麼意思 沒有人會去自找苦吃的 跟我們嘴巴常常講說 吃的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可是誰會去吃苦 可是如果你要改變 你要脫胎換骨 你不受苦 那不可能 這不是一個矛盾嗎 沒有人主動會飛蛾鋪火 萬一鋪就死了 可是你如果 你有像火混煌一樣 我常常講形容火混煌 火混煌結果一番淬煉 整個就變得不一樣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有時候 外在環境 不但是因為人的 那除非是大智大會大勇 就往那邊衝 一般都是時代 所以比如這樣看那些三月學運 當然他們精英比較敏感 能力也比較強 可是這因為時代變動了 他們感應比較快 反應比較快 所以一個變動就出來 所以學運通常都是個先兆 都是一個徵兆 那同樣情況之下 像我們就是 因為那個時代的需要 我們就被迫 每一個人 強制男生都要去當兵 把你從你的生活環境 連根拔起 到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你得面對 得適應 得生存 得發展 這都是很難得的經驗 好不好玩 不好玩 苦不堪言 可是看你怎麼看 你說很多女生會不會去 他不見得會去 我沒有說好壞 他說對我來講 生命中的很多是這樣的經驗 有些就是像這樣強烈撞擊 大的時代來 有些 你比如說能不能改變 我們都是吃米飯的 華人漢人特別是南方 可是你看看現在麵食 特別是洋人的這種麵 麵食 這個華人就是什麼 包子 饅頭 麵條 沒有麵包 麵包是洋人的東西 是吧 可是現在你看 充斥到我們周遭 你比如說飲料 喝白開水 喝茶 可是我年輕了之後 就開始發現 各式各樣的咖啡都進來了 變成這個時尚 以前華人漢人飲的是一種 比較是米的酒 這幾年都是麥的酒 大麥小麥的這種酒 或者是葡萄酒 那為什麼 那個改變是漸漸的 他終究連你吃飯 這麼根深蒂固的東西 都會被改變 那種改變起來 人家是比較厲害 是利用時尚 這個叫做風尚 做的就高尚 你就追求 那像我剛剛講 當兵那個叫你去打仗 你覺得說這個苦不甘言 可是人家透過宣傳 透過廣告 慢慢慢慢就改變了很多行為 這種就是另外講的 意識形態的改變 而我們一路當然就是在冷戰情況之下 在國民黨的這個戒嚴體制之下 教育被長大了 所以這個蹦蹦 在體制內為了要去當兵 我的生活經驗受到很大的衝擊 這是一個改變 我在軍隊看到那個軍隊各種各樣 難以相信的 難以置信的 各種腐敗醜陋 跟我說我從小讀書 或者是電視上 三十節英勇的國軍 踢正步 形象多好 一進去之後 演出就掉了 那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顛覆 那這都得撞擊 你怎麼辦 你得思考 那個時候外交的社會慢慢慢慢改變 所以我上禮拜訪問我那個同學 我們本來就是那個時代 考上大學的 大學生天之教職 每天報的書 晃來晃去 混日子好過得很 他就是像我那個周星律風 參加各種社團 那我就是打球打麻將 我還去打架了 就幹這種事情 可是一邊外面這個世界就改變 比如說我們大一成功人 被迫去當兵 然後那個時候我剛剛講 思想界文化界 開始要解凍了 然後果不其然 我一畢業的隔一年去當兵的時候 蔣介石就走了 蔣介石走之前已經交棒給蔣經國 蔣經國也看到大肆之所趨 不可能再像過去這樣 所以搞了各種各樣的十大建設 以台灣的本體做這個建設 那他的論述 他的統治的各種各樣技巧 我就要跟著改變 我們就是在那個氛圍情況之下 而開始成長了 好 那很快 我從這種情況上 我原來念那個大學 我是念大學社會系的 說真的 我考試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成績單寄來 我一看我的成績單 很高興 因為我的記憶中 我這個成績大概就是考到東海大學社會系 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老爸 因為我老爸是日本教育的 很威嚴 我在家裡有點悶 想說這一下可以不要講離家出走 可以離家到一個更自由的地方 結果分發通知一來 中興大學社會系 在法商學 我都問問老爸 說 這法商學 你說就在我們家旁邊 沒多人 我都快昏倒了 我就貼個腳踏車 跑去一看 像個高級補習班 結果那次房子 原來是省政府的行政專科學校 專門訓練公務員的 我們每年高普考放榜 到處都貼紅紙 大家以考上公務員為榮 我這麼苦憤得要死 所以在那個時候 不小心就是 因為還好 因為同學好 在那邊就慢慢就混日子 在那種很大的氛圍情況之下 人是默默在改變 比如說中美斷交 退出聯合國 我今天前一趴提到說 宏都他是斷交 很可能斷交 就已經有不曉得一件事 那個時候 退出聯合國 那是多大的一件事情 那整個台灣的 生存基礎的動搖 還能夠拖到現在 幾十年還能夠撐下來 說真的也是奇蹟 也是不容易 可是那個時候 大家真的是嚇壞了 所以很多人怎麼樣 想盡辦法要跑 要離開台灣 就像烏克蘭戰爭一來 所以當時 你怎麼樣 台灣就是個島 像個水桶一樣 四面環海 而且又各種各樣的管制 要出國沒那麼容易 像現在護照 隨便申請 隨便有旅遊到處去 那這個很多人就是跳船 要不然就是怎麼樣 流血 流血是出國一條路 我又很瞧不起流血 那怎麼辦 那各種各樣的衝擊又來了 今天只講一個小小的衝擊 那個時候就因為釣魚台事件 釣魚台事件 海內外學生 台灣那個比較進步的 我是比較鱸頓的 我那個時候天天玩 對人家這種進步思想 說真的沒什麼感覺 人家如果是看著文星 看各種各樣的 我那時候還傻乎傻乎的 可是釣魚台運動的時候 對統治者來講 學生在動了 他馬上做一個很厲害的 蔣經國是受過共產黨訓練的 在共產社會長大了 他們很懂這一套 所以就要把青年人疏散 你聚在一起就會有事啊 所以當時就搞了所謂的服務社團 青年人上山 上山下降就老共那邊 你看他們文革上山下降 某種程度也是一定程度 解決當時很大的就業壓力 同時也是鍛鍊年輕人 那台灣就仿造那個 就各種各樣的 鄉這個農村服務團 漁村服務團 山地服務團 配合的救國團我就參加了 我上次講過 我家其實是都市裡面的農民 大家很難想像 就在延期結果 我爸爸就是中刀 我小時候在稻田裡面長大了 跟湯兄弟可以討厚汗籍 挖那個地瓜 打泥巴掌 我們旁邊有小溪 我還會抓蝦抓魚的 爬樹 投巴辣 這都是我小時候很多 然後大太陽 曬得滿頭大汗這樣子 收割的時候還要幫父母 曬稻谷翻稻草什麼之類 我都會有一些農伙 等到這個山地服務隊 我們那時候搭了救國團 幫忙弄的 兩台這個斯倫大腳架 十年大腳架 就帶了我們這些大學生 嘻嘻呼呼 就養花東去了 那麼我們是到了華蓮 酌西鄉 復里鄉 玉里鄉 白天到了 當時很高興 台北待久了 忽然間到山區裡面去 空氣好 看到不同景色很高興 跟很多原住民朋友 大家交談 那就在一個教室裡面 弄一些掛頭 共匪暴政什麼之類 其實滿無聊的 誰干你這種事情 其中有個經驗我是滿深刻的 因為是夏天 暑期的山地服務隊 跟那些小朋友在那邊玩 滿頭大 看到我們這大哥哥就一起玩 其中一個小朋友 然後有男生啪 就跑到我身上 撲到我身上 我就跑到我身上 所以忽然間聞到一個味道 很難怪 臭豆腐 因為我小時候 我們也是滿頭大漢 原住民小朋友來說 怎麼聞到這個 我第一個下意識有點臭 第二個意思說 這味道不是我很熟悉嗎 我小時候不是這樣長大嗎 怎麼忽然間這樣 那個給我一個滿大的震撼 我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那時候我家已經田不能種 就搬到遼寧街裡面 有一段時間已經跟土地脫離了 已經不會再打個赤腳了 出門都是穿皮鞋了 也是要當一個大學生 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可是當我在回到那個土地接觸的時候 勾起了我很強烈的回憶 我就開始反思 那原住民 我們白天到家裡進去訪問 說真的 文學有個名詞叫做家徒四壁 你想這個文學形容詞 到那邊真的發現很多原住民家裡面 什麼都沒有空空的 真的是家徒四壁 可是台北或者都市已經相對富裕了 現在大家家裡很多東西 我看來是很震撼 然後有個很大特色 有很多湯蘭花的唱片 幾乎每一家都盡可能要湯蘭花的唱片 或者湯蘭花的歌本 因為湯蘭花就是原住民 原住民在那時候是多重壓迫的 城鄉壓迫 村群壓迫 階級壓迫 所以他們是滿慘的 出路在哪裡 當然現在你們熟悉的是阿妹 當年就是像湯蘭花 這是他們的出路 敏南的另外一個出路就是鳳飛飛 鳳凰飛上枝頭 他本來也是比較不是很富裕家庭出身的 所以那都是那個時代 我今天要講的是對我來講 一點一滴的震撼跟變化 慢慢隨著我年齡的從一個少年變成青年 開始在思考我是誰 我是活在一個什麼地方 我將來要往哪裡去 到底這個社會是怎麼回事 我們到底在幹嘛 這種疑問一出來 那就開始進行了一些探索 好不好 今天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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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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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